大家好 回來第二節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1月30日 星期四 我們繼續回來 記得大家支持這個六部曲 就是月費贊助 按like 看廣告 Facebook share 建設性留言 以及我們這陣子就 不用怎麼痛擊五毛 這些五毛掛著去買口罩 以及抗疫 他們都 沒有空開工了 訂閱我們的頻道 現在我們的頻道 有182,000 算是不錯 現在這一節我們想說一說坊間有個陰謀論 陰謀論就是政府 本身 就是有 過一架口罩存貨 那麽他就說 有些內部消息 今天風傳 整個Whatsapp都是說這些 就是有20個貨櫃 40呎櫃 送了上去北京 就是林鄭月娥向北京拆鞋 跟著 香港的這些公務員 醫療 醫護 程教人員 他們獲得分派的口罩是2013年和2015年出創的 那麼他們呢 其後1617 18 19生產的 他們的公務員就說 不多國有 最新生產的 拿回大陸拆鞋 香港又留下一些 過期的 或者很多年前生產的 市民呢 舊智利 會不會是這麽發生呢 我們分析一下 這樣就很快就知道了 因為如果 你用著這些舊的東西 可能就由舊的用先啦 但是如果你說用一用 用到沒有的 即近幾年就沒有的 那這件事很快就被人知道了 這個被不被人知道 我也不敢說 因為很多事情就算知道 公務員也不會反抗的 最多就是出個帖子 政府出來說 否認 你們造謠 抹黑 別相信假新聞 已經可以解決了 政府幾時都會說什麼東西都是假的 學習川普的東西都是假的 沒錯 我們說回 他們據說 這20個貨櫃可以裝4000萬個口罩 這4000萬個口罩 如果以炒價 就可以賣8至10元一個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黑心藥房 通常都是賣400元一盒 有些賣500元 有些賣900元 即是900元 特別過份 我們拿回他們的平均價 10個貨櫃的一代10個那些 他們會賣85元 即是 他們的售價由8至8個半 平均是8元 4000萬個口罩 8元個出貨就3億2000萬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拿3億2000萬去刷鞋 上面就 很多官都不會 特別看得起的 因為始終有多少錢 又不是很大條數 市大一個村官都 10億8億 錢就未必是 他們覺得很重要 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拿香港人的物資去刷上面的鞋呢 但我有一個問題在這方面 為什麼會有過億的口罩存下來呢 這個是問題 反而我反而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這件事的可信性是怎樣呢 因為他說懲教署每日平均每個月生產到200萬的口罩 一年就剩下2000多萬 以往那麼多年來 其實口罩的需求也不是很大的 可能織了很多存貨 這個我不敢肯定會不會 根據數字 是有可能的 這個就是把所有的東西計算到最極端 即是生產了就沒有用到的 一來是 二來就是 你是計算它 是去到盡 日日去到盡生產 而日日劈下的倉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即是沒有消耗 是的 第一一定沒有消耗 這件事不是很多消耗 第二就是如果你沒有消耗 是不是還會開行工這樣做法呢 這個才是問題的 所以這條料老實實 大家先聽著 大家先看著發展是怎樣的 這件事我們都 未必 盡信 是啊 真是很奇怪的 你嘗試想一下 大哥 你真的年年生產2000萬個月 積在倉上嗎 用不用得呢 如果你真的十年的話我懷疑 你懷疑根本就是 你懷疑也是扔的 而且正常來說 他們都 不需要消耗的 不過以前的消耗都沒有那麼多 你說得對 因為以往如果你的消耗量沒有那麼大 他們也不用生產那麼多 因為他們的目的 他們生產這些的目的 是政府內部使用的 就算你說理論上你可以敢生產 你會不會敢生產 如果那個需求 用量沒有那麼大 那他也未必會需要那麼大 你弄來做什麼 你不如調一些人 弄路牌好過 對 路牌是最近消耗大 之前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最近是不會怎麼弄的 應該是 很多人弄路牌的 最近應該 因為消耗太大了 這兩個就剩下了 又有消耗小了 垃圾桶都沒有了 街邊都收起來了 我們現在外面還有另一個消息在這裏 封傳 他就說 政府 現在 故意使得供應 短缺 使得口罩的供應短缺 然後 使得市民 一個都撲不到 個個都怨聲在道的時候 然後 政府安排給一些建制派 比如民建聯 或者親共的組織 就由他們派給市民 使得市民 就開始對他們感激了 從而 影響到接下來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 這個說法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呢 我不會否定這個機會 這些東西 就不應該是西環的 這些東西是要中環搞的 那應該是中環搞的 你猜中環 是不是真的這麼照顧你的建制派呢 這個是問題來的 對於林平尼根本是看不起這班人的 所以我真的很懷疑 究竟會不會這麼看你 如果你說是西環 除非你說西環控制 但是西環又不像控制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這件事 也是先聽著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其實 如果外面的說法 就未必百分百 這個否定的 因為政府有時候 他們的思維 可能是真的 會有 你說他的思維就是 勒著一會然後 放給你等你那些人感恩大得 他們可能是想起那些神經病的東西的 雖然 我都覺得這個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一件事 可能 可能還會恨你 這個肯定是有反效果的 我們現在不是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是他們會不會這樣想 我們一定要用政府的角度 因為你明白嗎 這七個月八個月來 政府經常做一些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例如721 他們竟然 是認為 找一群白衣的黑社會出來打完人 原來警察最後 不出來的 他是目的是教訓你 那些市民 就是說 他不是最後警察來救你 是教訓你 你看看沒有警察 你們多可憐啊 被人打得慘了 他是想這樣 但是呢 造成了民怨 基本上是 不可收拾的 這個叫做武警時份 這件事是 有說了很久的 這件事已經有很多人說了 武警時份 其實不是說不能做 但是你警察一定要以一個正義的形象出來 你不可以找一個李漢文的光頭狗出來 你如果有一個警察思思問不出來 我們一定會把那些暴徒承知法 然後當晚就拘捕白白的人 我告訴你 形勢真的會逆轉 不過 政府和警察 所做的事 是把最壞的方向做的 還有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那些接999call的人跟你說 怕又沒有出街嘛 那樣東西才要命 沒錯啦 這些 老實說是令人更加反感的 好啦 我們現在想一下政府其實會不會為了民建聯 而去做這個長大龍鳳呢 我告訴你答案是否定的 我也覺得不會的 他們不會為民建聯的 這個叫做 林鄭月娥 基本上呢 覺得民建聯這群 你們是低等人來的 你們是低等動物來的 他們差不多都不想見他 你怎麼會為了他們的選票 而去 做一些這樣的事呢 我覺得是不會的 大家太看得起民建聯 不是太看得起政府 是你太看得起民建聯 在這個叫做林鄭月娥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很簡單 林鄭的心裏面 根本看這群人不起啦 我就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堅知嬌子 堅知嬌女 萬千寵惡在一身 你這群土工 沒有走過來啊 你想一下 其實 我認為這個傳言 也不是很合理的 根據林鄭月娥那種性格 那麼最終其實是 政府一直都做這件事 唯一的解釋呢 他是真是賊的 是真賊的 因為呢 我們看回他 那些人說在外國訂口罩很多東西 為什麼不能進來香港呢 原因就是中國海關扣起了 他當作是示威用品嘛 所以全部都是中國海關扣起了 現在張建宗 今天他說聯絡了這個大陸的海關 接下來就會放行那些口罩了 應該有三千多萬個扣在大陸關 這些口罩其實應該要一早運進來香港的 就是因為被共產黨扣起 我們告訴你 香港的敵人 仍然是共產黨 使得香港人感染這個肺炎 仍然是共產黨 因為他上面隱瞞疫情搞成這樣的嘛 你不要聽那個世衛的東西在說啊 他也說是譚德志的嘛 譚德... 譚德... 譚德...譚德... 譚德塞 我看到那個我經常都說譚德志 死了 那個是埃卓俄比亞的 一看黑鬼就知道不是好人來啦 這個混蛋 狗狼城收到大陸老毛啦 是不是呀 一時間就說大陸沒有風險 跟著呢 上到開會之後就說盛贊中國防疫呀 透明度很高呀 那些全家產 反過來是人話的 這些全家產呢 我也懷疑 愛知病當年就是那些全家產有份的吊聲聲吊回來的 那不是那裏 不是那裏 不是那裏 你告訴我吧 差不多了 那裏差很遠 那個就叫做澤伊爾 現在叫做江國民主共和國 就不是埃卓俄比亞 差很遠的 我們說回香港政題 現在 其實在很多外面的那個入貨渠道 其實不是斷了的 是一直都有很多的香港人 在海外 很努力地為香港運口罩 例如有一個在南韓的口罩批發商 他就訂了一大批 幫香港人 差點被人攔戶戶戶 不是差點 是被人偷了 是被大陸人偷了 去到那個 那個叫做貨船 即是碼頭那裏 就被人呱稱是他的貨 然後他身為貨主出來 人們才 才走開 但是走開也是仍然沒有離開那個範圍 仍然想等機會搶回 這個情況其實 不單止是在南韓 發生 在很多地方都有發生過 香港 想著寄來 即是海外 香港 寄來的口罩 是有部分因為經過中國的集運 他們很多時候 貨其實是在大陸生產的 那些貨 就會寄來的時候就被某些人扣起了 例如大陸 剛剛爆出來說順風 有些人一看到 你們的口罩就扣起 然後拿去黑市那裏賣 這個好像 之前有個台灣是不是有良民道 說寄一些書回香港寄不到 原來就要找順風寄 結果被人截了 喔 寄不到就找順風 因為他在酒店 我不記得是不是有良民道來的 他總之在酒店 用酒店的服務去寄 但原來 是順風來的 那兩本書是進不來的 但那兩本書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他都進不來 其實大陸是有得賣的 但是他 為什麼在台灣找順風寄這些書呢 他在酒店那裏用酒店的服務 但酒店的服務是用順風的嘛 如果他用DHL就沒問題了 可能沒問題的 梁文道本身也是一隻狗狗來也不用多說 是不是 昨天 我們也提起 這個 陰謀論有很多 港姦 港姦 其實香港也是大量的港姦 例如有一班做保險的港姦 叫一些湖北人來香港買保險 就說香港醫療免費医 這班人坦白說 你們是香港的敵人 如果大家 如果認識這些人 一定要把他們公主 據說很多 有份出這些POSE的人 他自己本來都是移民來香港的 本來都是新移民 有傳聞是這樣說的 應該也是 其實你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些生意 你本身 都是認識那裏的人才能做到這些生意 坦白說 因為你以為每個人都說做大陸客人好大陸客人好大陸客人好蠢的 下出來買保險買了百萬 不是每個人做到這些生意 就這樣 拿著一張A4紙在廣東裏不能漏人呢 漏十年都漏不到一個客人 是不是 那些呢 我們都知道的 中國人 從來都是 不熟不熟的 你不是 自己同胞就砍不下去 因為你自己同胞就知道哪些地方砍得下去 好像香港那些 台灣那些 旅行團 包團那些 其實有很多一條龍服務的 包括 怎樣帶他們上樓上的湯舖 湯人 都是自己做的 香港和大陸都是的 全部都是大陸人去那裏開的 旅遊車公司 旅遊巴是他們的 然後那間店是他們的 裡面的道手 那個道友阿珍那些 全部都是他們的人 台灣也是發生了一樣的事 台灣也是中國人 坦白說 他們那種DNA其實是一樣的 對於這個 斬殺自己人 斬殺自己人 是最在行的 這是真的 因為 給你那一百人 你是劏不了的 為什麼呢 那些骨頭不同 那些位置不正確 你斬下去就斬不到 你沒有辦法連根連肉斬起 但是中國人不同 大家同一個骨頭 你知道自己是在哪裏 掛刀湯下去就斬到了 就是這個刨丁解牛的原理 沒錯 刨丁解牛的原理 熟悉你們中國人的骨頭 因為他自己也是 知道斬什麼位置就對了 好了 我們說回 現在的陰謀 政府不斷有出來澄清 但是 澄清其實也沒有用 因為每人都相信 你知道政府的check record是很差的 而且 他每一次出來澄清 是使得 有一部分的市民 更加深信那個傳言 是真的 是不是 經過這七八個月來 那個 大家都看到 太多記者會了 尤其是那些警察記者會 全是想報價的 全部都是 相反方向說的 所以 凡是他出來否認的 市民就覺得那個是真的 這件事真的是大陸化的 大陸也是這樣的 要看看他否認什麼 是啊 你越是說 大把口罩 他就越是不信的 越是會去搶的 你越是說沒有問題 不用防疫 那些人是一定防疫的 你越是說沒有口罩 現在很緊張 沒有口罩 就會懷疑你是不是疏迷了 現在那些人是向相反方向想的 是啊 所以今天將建宗出來見完記者 人家 還說要供應的零售 政府不是應該派給市民 但是有一件事一說就信的 就是說 政府沒有派口罩 如果政府沒有派口罩 即是說政府沒有派口罩即場否認 大家都會相信的 今天那個叫做民政署 否認了 他說 他外面傳言說 今天民政署會有口罩派發 他們出來澄清 絕無其事 這個人一定會相信 你告訴我 我不是 你沒有人相信 你告訴我 我不是 你沒有人相信 你明白嗎 全世界地方都派口罩 你不是派口罩 你不是派口罩 那我信不信 我當然信 因為你真的是派口罩 你真的是派口罩 沒有辦法 這個是一個派口罩政府 證實了 自己是派口罩的身份 是不是 所以呢 即是自己對號入鑽 其實也不是自己對號入鑽 這個是一個 優質保證 全部保證 你吸下去你不是 全世界沒有人敢認是 也沒有誰可以 認了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 因為他認了第二之後 就不會有三甲 因為所有扣殺名的元兇 都給了你那些人 以前有很舊的幕後 就說 我是天下第三劍 為什麼 天下第一劍就被我十幾年前殺了 天下第二劍就沒有出生 所以我是天下第三劍 現在你認第三劍也沒有用的 大家都會覺得是你的 其實他無論拍什麼都好 全世界非你莫屬 最合家產的就是你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